这男人尿急快憋不住了 他跑到路边 正好发现有盆火 为了安全起见 他想着用尿胶灭火 结果一尿过去 大帅吓得够呛 不是说好的尿了灭火吗 怎么还能火上浇油直接爆了呀 他赶紧去医院检查 谁知医生却说 他尿出来的全是石油 大帅迷惑不解 自己明明啥事没干了 今天也只是面试失败 坐在了路边散散心 接着注意到旁边的铜像被人画上涂鸦 便用手绢沾上水 把记号全擦干净了 随后大帅就赶到尿急跑去了撒尿 而那具铜像 却忽然滴出了一滴石油 难不成 是铜像为大帅显灵了 还没等大帅缓过神来 医生却让他去外面等着 谁知下一秒 对方居然叫来研究所的人 原来如今的日本 石油的产量日益骤减 许多地方都几乎用不到石油了 现在看到能尿出石油的大帅 他们自然想抓他回去 可就在路途上 大帅先前做身体检查时水喝多了 现在尿急的不行 看守无奈放他在野外撒尿 自己则在旁边守着 哪知这石油尿顺着杯滑到看守脚边 他随手拿起烟想打火 结果手一滑 火机掉到了油上 看守瞬间就惹火烧身 同伴见状前来救人 而大帅也抓住机会撒腿就跑 他跑了整整一晚上 来到了做小村庄 下一秒 他却体力透支倒在了路边 这时 路边的小美发现了他 便将大帅带回了自己家 一番招待后 大帅也恢复得差不多 接着村长便带着他介绍村子 看着农田里满地闲置的拖拉机 原来这里也因为没了石油 导致村子的农业完全发展不起来 大帅听这一切 他必须要报答下救命恩人 这男人好奇怪 只见他拿起水瓶 跑到了小树林 随着石油哗哗尿出 吓得村长都赶紧捂住小美眼睛 接着他打开拖拉机盖 将石油全都倒了进去 最后一打火 拖拉机成功启动 这也太神奇了 村长连忙叫住大帅 直接安排他当上村子的能源科科长 每天的工作内容 就是负责产出石油 这么简单的工作 大帅赶紧答应 之后的每一天里 他都会喝个几十杯水 再不停上下跳动促进尿里 接着对好油箱 将石油全都尿进去 就这样 大帅如此反复 喝水的方式也同用水杯喝 便到水壶喝 再到水管直接猛灌 他还给自己定下小目标 那就是每天产出100公升的石油 就这样 村子也逐渐好转起来 不仅通了电还有村内公车 村民纷纷都对村长赞不绝口 原来村长为了不让大帅这块宝给人挖走 从没和外人讲过 这都是他的功劳 不过大帅倒也安心 这样就没人来打扰自己了 而且上面的领导听说了村子有石油的事 也想来奋一杯羹 但村长自然是不同意 谁知一段时间后 村长却说现在每天100公升的石油不够用 还要他加大产量 大帅虽然有些疑惑 但想到前阵子村民找他说过公车不够用 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可就在这晚 村子忽然停电 大帅想着去陪电房看一下 却发现地上有着一滩石油 他顺藤摸瓜来到一间仓库 谁知里面居然堆着一桶桶的石油 好家伙 村长居然被地里把石油卖到了世界各地 大帅立即跑去和对方谈判 哪知村长见事情败露 直接叫人把他关了起来 还强行给他塞上油箱 硬是要把大帅炸的一滴不剩 大帅想着人 但精神是能控制 你的膀胱可控制不住啊 你敢信这男人能尿出石油吗 不仅能点燃烈火 还能给拖拉机加油 可他现在却被关在小黑屋 油箱的管子直对下底 为的就是逼他尿出石油 大帅想着人 但膀胱越憋越长 都快要爆开了 就在这时 村长的女儿小美赶了过来 并就吓她逃到了小树林 两人躲进一间废弃的仓库 而大帅也因为自己能尿出石油的能力 开始自责起来 可小美却说 两人大眼瞪小眼 气氛也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随着一阵干柴烈火过后 隔天村长却找了上来 就在要把大帅带回去时 居然又来了支武装部队 原来是村长的领导 想抓走大帅给国家做贡献 然而村长可不管他 毕竟自己的梦想 就是用石油建造自己的帝国 以此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 可领导也有梦想 那就是会对大帅进行身体改造 让他的石油产量连增几倍之多 以此让岛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产国 眼见双方争执不下 大帅也受不了了 他不想让自己沦落到如此下场 便拿起烧着的木棍 接着拉下酷炼 随着水流喷涌而出 结果 怎么回事 大帅居然恢复了正常 难不成在他这里 石油也会枯竭吗 而双方见此情景 也只好放弃了计划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 村子也依旧惺惺向罗 大帅虽然失去了能力 但也还是待在了这里 并和小美成了家 欲有个儿子 可意想不到的事来了 只见儿子猛地撒尿 下一秒 尿液就化作一道圣光 大伙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难不成 这就是由二代吗 那以后长大了 可就糟了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篇故事叫做石油出来了 出自世界奇妙物语2013春季篇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